大家好,我是戴静的这话筒拿来赛兵篇 整容中医院的患者接连死亡 而且死亡时,全身都出现轻子斑痕 他们似乎又跟谋杀、气管买卖的案件扯上了关系 到底是人性的泯灭,还是道德的沦散 让这部日本爱情伦理惊悚大戏狼狈 为大家揭开谜底 按照宇宙观力,今天的故事主角依然叫小白 小白通过全身整容手术变成了一等一的大美女 医院成为发展石头最模的致命模特 我不仅想起真漂亮整容医院的口号 非常之头变凤凰的小白 习惯了被人追捧的生活 脾气变得越发古怪 生怕别人跟他抢C位 对市面的工作人员也十分不客气 这天,小白的采访男友来后台看他 相亲亲爱的两人就地开始交流感情 在交流的过程中,男友强调 小白只能是他一个人的小白 殊不知,为了和经营主这边人们助看资源 小白的老板把他的因为生活 安排得十分丰富 有趣的是,小白管自己的老板叫妈妈 不知道是不是日本摩托业的规矩 听起来总敢有些说而不疑 所以我还是管这个老板叫妈妈算好了 妈妈算安排的社交活动结束后 小白回到自己的公寓 作为刀虎模特 他的公寓也是急紧奢华 装修十分浮夸 还用了没无法还尼罗海巴洛克复古行程风 自恋的小白还在墙上挂满了自己的照片 笑着他不舍得睡去 对着镜子欣赏自己美貌的时候 却惊讶地发现 脖头上凭空出现了一块鱼青 化妆师也是从妈妈算口中得知 原来小白全身上下 就要没有没动过的地方 因此时不时出现毛病也是正常的 妈妈算还把自己八心八剑的大弹石 送给了化妆师 让他乘坐保守小白的秘密 妈妈算带小白来到整形医院进行修复 等待手势期间小白发现 一个近乎癫狂的女人想冲上楼找院长 前面楼下的医护人拦住 她的脸上斑痕累累 院长得了此事后向帮上解释 医院负义这个女人美貌 她也因此获得了幸福 但却没有定期之间维护 还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也就是说小白也需要时不时反常维修 与的同时 检查看老李正在调查一起案件 恰恰牵扯到小白光顾的整形医院 这家医院可以说是实际全能了 偷睡漏税 退入政客 买卖器官 使用尽药 反正能干的坏事 基本全干了 最近有一起人造美女所案件 死者正是这家医院的客人 结果老李调查发现 死者的前夫是一名复杂科医生 整形医院 通过前夫非法掘取别人的内脏 皮肤 骨头和肌肉 用于美人整形手术 好家伙 这手术已经不能叫整形了 基本就是把原来的患者扔了 换了个人回来 而做了这种手术的人 必须一辈子 服用免疫意义之计 中途因为各种原因 停药的话 就会痛苦地死去 老李发现 最近这种可乐的魔头小白 正是这家医院的杰作 经过回路修复的小白 很快复工 八比娃娃一般的他 又过失了时刻 暴露在聚光灯下的生活 但偶尔他也会向化妆室倾诉 这样的生活 正在一点点掏空他 某年收工以后 经济的阿珍 送小白回到公寓 阿珍是小白的 眼狗加甜狗 回到小白家 各种帮上收拾东西 小白似乎心情不错 一边照镜子 一边跟阿珍聊起家常 这二次他恨然发现 额头上又出现了 更大片的鱼青 小白非常害怕 美貌不在之后 无法继续现在这种 被人拥戴高高在上的日子 因此失分焦虑 原本情绪稳定的小白 突然变狂 急需找到一个征服对象 来证明他的魅力 而眼下刚好就有阿珍 这个甜狗在 疯狂的小白 看着饥不择食 我知道你们不差点流量 所以建议大家 还是去看美貌好了 在小白和阿珍 打开了新局面的同时 小白想想的妹妹 趁夏令营之变 来东京探望姐姐 但妈妈桑为了保守小白 整容的秘密 阻隔了她与家人的联系 因此妹妹想看姐姐 也需要通过妈妈桑 光看了妹妹的模样 估计大家也都明白了 她亲亲小白 原来长啥样 然而妈妈桑 没让两人见面 妹妹只得 偷偷吵架小白的地址 给姐姐记了一张明信片 原来被男友求婚 相当兴奋的小白 看到妹妹 好不容易进到城 结果被妈妈桑拦着 导致姐妹俩不能相见 第一时间心情死大 又发现神经 阿珍正好撞在枪口上 因为跟小白有了亲密接触 阿珍更乐得 为这个美人忙前忙后 但小白出口伤人 伤着阿珍就是个变态 只配为自己提携 不甘气愚的阿珍 哭着离开 小白又想着去招 让阿珍帮着 报复妈妈桑 阿珍虽然委屈 但还是非常听话的照做了 原来小白让阿珍 向八卦杂志 暴露了自己 提携和采访男友结婚的消息 这便会让妈妈桑 焦头烂额 疲于应对 小白让阿珍 安排自己和妹妹 密密会面 疲于就不见的姐妹俩 蓄于就来 小白鼓励妹妹 通过减肥 整形变漂亮 然漂亮了 就能变坚强 周围的人 也不敢再小瞧她 但在妹妹看来 只有坚强的人 她有变漂亮的决心 我是没太明白妹妹的意思 为啥坚强了就漂亮了 是足够坚强了 才敢去整容吗 还是说坚强了就自信了 不管别人怎么说 都觉得自己漂亮 又到了小白 反场围修的时间 眼界的开饼 列了七毫米 一字能献不献得真 直接往自己脸上戳 小白也慌了 围修完了小白 用着精致的 巴比瓦一枚 又再回到聚光灯下 享受粉丝们的拥戴 但危机还是来了 妈妈桑最近挖掘了新闺女 站着年轻漂亮的水源戏子 不跟着曾经拿下 全程中的女人 戏子一出道 就奋斗小白 一大半商务资源 各大杂者的封面 也尽数被她占领 无论是摄影师或装尸 还是各种文明小卒 昨天还围着小白 看她好看 今天就全曾经到了戏子身旁 这样小白非常崩溃 但她也只有通过药和酒精 麻痹自己 这天 封建的小白 一边质问阿正和妈妈桑 为什么杂志上 都是戏子的脸 一边跑来天台 隐隐地相逼 众人七头八脚 好不容易劝住小白 妈妈桑为了 稳定住她的情绪 给她来了一阵阵阵剂 也就是从大天起 小白彻底变得不正常了 后不担心 男友甩了自己 并去他人的消息传来 小白越发破坏的破摔 开始护后别人 她来到阿正家 当着阿正的面 勾引阿正的男友阿强 阿正向来被吓了鼓一般 但凡遇上小白的事 都是可以好的没问题 一夜春宵之后 阿强对小白念念不忘 正回味着 小白果然又打了电话 盛行邀请她 一起想象棋 没想到 小白只是把阿强扛命过来 照着对倒霉鸳鸯 替自己 向其他刀后女人破溜酸 花开两朵 各表一支 检察官老李那边 发现了另外一起 人造美女所案件 结果调查发现 整形医院背后 真正的大客户 其实是高官们的家属 他们有非常强大的后盾 因此很难被扳倒 老李想到 小白或许可以为她所用 原剧中 小白一名叫莉莉子 老李把她比作 童话比的攀中的老虎莉莉 国内这个角色的一名是虎莲 是一位美丽勇敢 又十分骄傲的冒险者 某次拍摄间隙 老李果然来着小白作为证人 帮忙起诉整形医院 小白第一反应 当然是拒绝 老李就留下了 一打罗资料 飘然离去 小白通过资料才发现 老李不惜掌握 大量整形医院的犯罪证据 还握用自己 整容前的资料 一旦曝光 自己的星途 就在玩犊子了 小白无法面对当下的情况 只能通过滥用药物的方式 逃避现实 一早醒来 更让小白崩溃的一幕出现了 希子就顶替自己 成为了一个冰棒品牌的代言人 好死不死 这款冰棒 恰好就叫做美丽冰棒 在小白眼里 希子此刻就是美丽的化身 而自己 算是被后浪 拍死在商业上的前了 失去理智的小白 再次支持阿珍作恶 这一回 他要毁掉希子的脸 其实 小白的通告 并没有完全中断 但是他 独断来用药物 已经到了 产生幻觉的地步 在通告现场 发起了狂 阿明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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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醒来 小白发现 不仅工作被自己做没了 阿珍也不能毁掉 西子的脸 小白害怕没人爱她 害怕从底轮的位置上掉下来 虽然阿珍反复承诺 不会离开她 会一直调到到底 但小白想要的 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爱 而是万人景仰 不被小白重视的阿珍 果然发现了老李给的资料 他正在知道小白的一切底细 第二天 阿珍将小白整容的资料 报料给了个大媒体 以求小白能够面对真实的自己 脱离这个以完美容貌 为追求的人生 小白在此清醒过来的时候 自己已经凭借着整容前的照片 再次登上了头版头条 而他身上的斑痕 此刻也多到数不清了 阿珍的所作所为 也间接帮助了老李 自然小白没有出庭作证 但媒体掌握的事实 所以在民间引起轩然大波 让那个政客们庇护的整形医院 无所顺形 对牛载舆论 妈妈嫂还是跟小白安排了发布会 化妆师则使出浑身解数 帮他遮改斑痕 既然利用了小白 老李还是对这个美人尽有联系 发布会前 他选小白不要做伤害自己的事 但小白一口咬定 既然美人爱他 他就要亲身毁了自己 发布会上 练练无数的话筒 和刺激笔布的闪光灯 小白一言不发 练练此情此景 在座的记者们都只表露了片刻惊讶 闪光灯也只停息了短短一瞬 就又无情地 对着书上的小白拍了起来 最终小白直挺挺的 倒在了舞台上 从此再无音讯 虽然再也没有出现在公众面前 但江湖上仍有小白的传说 甚至有人说 小白这个艺人 并不是真实存在的 而是个CG人物 与他有关的一切 都是一场大型真人秀 小白整容传播的曝光 也同时引起了 人们对整形问题的关注 在舆论的顾问下 已经有150多位患者 对那家整形医院提起了诉讼 可今晚如此 还是有无数年轻人 依然对美貌有着可怕的执着 在东洋这座钢铁森林里 都要许许多多 像小白一样的导虎丽丽 甚至也包括小白的妹妹 如今 妹妹也来到东京打拼 并且通过肿容 模仰大便 走上了和姐姐小白 相似的道路 便利场上 美丽们的争气豆业 正在继续 妻子在某天收购后 来到一家地下俱乐部 里面各种怪力乱神 不一二足 妻子似乎瞥见了阿珍 耗机去着她 一路尾随 没想到 挺对寻觉的小白 竟在如此隐蔽的地方 并立起了一个 自己的王国 影片就此结束 但正如老李所说 老虎丽丽们的冒险 永不落幕 出版影片 最让人一线深刻的 肯定是 电影里极具风格化的画面 而这种乖乖努力的浮夸风格 完全来自于导演 全传史话 相比于在电影方面的成就 全传史话 在摄影方面的成就 显然更高 其作品特点就是 把色彩和光影的变化 运用到极势 尤其以花 金鱼 女性的题材建长 她的几部电影代表作 《各女花魁》 《人间世格》 《太太志》和三个女人们 在美术造型的方面 都极为名言规律 而这种风格 恰好十分适合 原来表现 追求美业 又变化莫测的娱乐圈 其中影片中 不管是小白 还是西子 甚至是年华老去 无法通过美貌赚钱 就再造一批美人 替自己赚钱的妈妈桑 都是穷极一声 追求美貌 而最终被美貌所累的人 表决了小白 她一直认为 获得美貌 才能获得力量 她也需要通过美貌 取得了一定的福利 然而 一旦美貌不在 就会被以往那些 只看见的受众抛弃 她忽略了 这种大一路走不来的 是当中从乡村 走出来闯荡的勇气 而非后天得到了美貌 但外在美不是永恒的 对外在美的追求 却是无止境的 一旦过于依赖 外在的力量 就会被反噬 打发没有整容后遇症 太下周有老去 或者延迟 走下神坛的一天 虽然如今整容 早就不是什么精速话题 但像小白这样的 过度整形 也并不值得再学习 不管是化妆也好 素颜也好 最重要的 还是干干净净 清清爽爽 让人开始舒服 拜拜